好 鄉長你好 那鄉長是在地人 先跟我們講一下 你以前學生時代的堅實是什麼樣子 車子也少 人也少 就像一般的偏鄉這樣 我們從小就是 幾乎見鄉是務農 賴為生 所以很少有朝向觀光 或者是其他 找不到一間民宿 民宿業 跟現在的堅實差距非常大 好 那你學生時代就喜歡念書嗎 很批 唸書普通普通 但是有些孩子的潛力 不一定是在學業上 可以發揮出來 我認為是這樣 好 那香港一路唸書的科系 差異非常大 我在高中是讀農校 農校然後是讀土木 農業土木的 所以從高中就對於一些建設 或者是我們設計 比較有興趣 所以到了 因為家境比較清寒 我們只能不是從軍 就是從警 或者是去考公務人員 我想原住民 歷史背景就是原住民清寒 他要翻轉自己的人生 就從事公務生涯 所以就投入警察的一個工作 那在考上 警察專科班以後 就從二歲就開始從警 一直到將近五十歲 剛講一些軍警是 比原住民的一些選擇 你覺得在體能上 有沒有一些先天的優勢 政府其實也對原住民 他的一個運動細胞 或者是體能上 也蠻鼓勵我們 從警或從軍 這條路 那時候叫報效國家 其實我覺得是 為了家庭的經濟 在我們個人來想 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是這樣去想 那後來這個考上警察之後 有先在外地服務嗎 畢業以後是在 當時的台北縣 就現在的新北市 土城 土城服務 大概兩年半的時間 就有機會回到返鄉來服務 返鄉回到新竹以後 大概就是在派遣所跟 總是巡視工作 大概這個 兩個領域在做 真的從事警察工作 你覺得跟你在警校 那時候的預期或想像 有一樣嗎 還是更繁重 其實警察真的是 他掌管的事務是千頭萬須 太多 他是所有服務業裡面 最複雜 我認為最複雜的 尤其警察也辦 軍事管理的一個團隊 所以長官他們的要求 基層要接照 所以我覺得警察工作是非常複雜 你以前習慣嗎 就是當你是年輕警察的時候 其實警察工作熟能生巧 你只要認真去 願意去學每一項 包括交通事故處理 或行事案件的查契 行政作業這些流程 你只要願意去學 我覺得都可以勝任了 那到了2018年是你第一次 2014年的時候 其實有選過一次就是落敗 那是沒上 第二次是在2018年的時候 第一次選的時候是請假參選 對鄉民所謂的行政的一個推動 或者要怎麼領導鄉政 還並沒有那麼成熟 2018年的時候 來參選的時候 其實做好準備 到每個部落或者每個村落 去做說明會的時候 我想鄉民聽得出 每個要接任鄉長工作的候選人 他們的一個想法 你那時候想出來選 是不是因為你在地服務 然後警察工作也看到很多問題 所以想要有更多的影響力 去幫助他們 從僅20歲開始出社會 就是在做服務工作 那我有想說 如果有機會服務更多的人的話 是不是可以嘗試一下 那也謝謝我們鄉親願意肯定 願意把這個忠責大任交給國大 讓我有機會來為大家服務 好 那選上鄉長之後 其實沒有多久疫情就爆發 到現在兩年半將近三年 等於你任期的一半以上 都是在疫情中度過 要不要講一下這段時間 其實堅持鄉 我比較擔心的是 迅其來的一些風災 復健工程 我比較擔心 但是上任以後很運氣 大家運氣都不好碰到疫情 反而比我想像的風災還要嚴峻 那疫情它帶來的衝擊 我想建鄉 我們在這幾年 光光蓬勃興起以後 可以說帶來很大的衝擊 包括我們的露營業者 民宿業者跟溫泉業者 他們都會被影響 所以疫情這三年 它每個階段 每一年的疫情的那個 帶來的衝擊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因應的措施也不一樣 其實今天鄉腹地很大 對不對 然後這個光光非常的盛行 然後如果疫情的話 遊客不來 那其實影響非常大 那是不是大家都會找公所幫忙 其實公部門就是 我們希望把所有鄉民的問題 能夠導向在我們行政團隊 由我們行政團隊來做服務 其實現在鄉民慢慢就開始在依賴我們 我希望我的團隊是 能夠全面性的做服務 那疫情期間呢 確實帶來很大的衝擊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稍微在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 微解封的同時呢 也希望能夠把遊客 也帶進來到監視 因為防疫工作雖然重要 但是我們民眾的經濟的收益更重要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 今年暑假好像就看到一點這個希望 對不對 大家開始復甦 然後開始出來玩 講一下這個 這一次你們開始準備了一系列的 這個推動活動 疫情雖然來 我覺得每一個危機 就是我們轉機的一個機會 所以國人不能出國的機會比較少了 同時呢 我們讓國人覺得來到監視就像出國一樣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們每個例假日 幾乎都是車水馬龍 對 所以遊客非常非常的多 那反而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 怎麼樣 像紓解交通的一個毀堵的情形 還有垃圾問題 是 大概這個我們要重視這個問題 那建議鄉各景點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開發跟發展 其實我們是有階段性的在做 那我們希望說未來 在我的任期內 能夠把每個村落的景點 的藍帶 我們規劃成一個套裝行程 讓來立訪的遊客 不管是三天兩夜 或者兩天一夜 都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套裝行程 我來今其實這幾天才發現 你們有區分所謂的前三後三 那怎麼樣兩邊比較平衡 後三真的是有點偏遠 其實這個是在早期就 從漁老 現在我們稱為漁老 分為分界點 但是 雖然有分前後三 但是 我們建議鄉對鄉民的服務 包括 基礎建設的一個 整建或者改善 是沒有分前後三 我們全建議鄉 其實我們都當成一家人 好我們來講最近的大事 太陽永世的這個街盃 其實在1997年 就已經有太陽永世的雕像 那時候好像是雲天堡老鄉長 他所建制的 然後在2012年的蘇拉颱風 因為那時候的降雨量超過1000毫米 鐵建設鄉帶來很大的一個衝擊 包括我們的太陽雕像 就在那個時候 掉到水裡面 垮下來 所以我其實我希望說 每一個打卡景點或者是 我們的步道 都要賦予它一個所謂的傳說 有一些歷史故事在那邊 對 所以我 我跟我的鄉民講說 它不是掉下去 它是下去射雨 那原住民這個狩獵或者是打魚的這個習性 其實到現在還保存著 然後透過楊縣長的一個支持跟認同 我建議楊縣長是不是可以打造一個更堅固 這個適合的一個地點我們再來把太陽 勇士雕像能夠再重塑起來 得到縣長的一個同意 所以這個整個雕像 在中央我們要爭取 其實它沒有相關的補助要點 所以我才跟縣長去做這樣的一個爭取 縣長也願意出 總造價1500萬裡面的70% 也就是1050萬 那我們 在去年5月3號就獲得縣長的一個核定 核定以後我們就開始做設計 包括整個它的這個雕塑的一個造型 我們都經過了好幾次的討論 包括專家學者 包括一些歷史學者 我們去怎麼樣去把重塑起來 那這一次就在我們的111年 就今年的 對7月19號我們啟用 也謝謝縣長也親自來給我們做鼓勵 我想我們建鄉有這樣一個 算是精神的一個地標 帶來給我們鄉民 大家都非常的振奮 除此之外當然我希望這個地標也可以成為 來立訪遊客的一個打卡的一個景點 所以我跟我的夜管客跟設計公司 他們做建議就是說我希望這個打卡景點 不要只有白天 我們疏解這個塞車的人潮 其實晚上把燈光打出來會更漂亮 那時候地點怎麼考量 因為一定會有人建議是原地重建 或者是像現在這個公所旁邊的位置 那時候應該有很多選擇吧 過去是放在景平村 景平村是只有往秀蘭御峰 也就是剛剛前面所講的後山 比較看得到 會去的會經過的民眾比較看得到 那這次我們責定了就是幾乎進到 我們堅持鄉七個村都會經過的路段 我們責定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對整個鄉民 不管家樂、新樂、前三後山 大家都可以經過看到它 我覺得很棒就是未來看到雕像 就等於回家了 對我覺得這個地標 剛好我為什麼放在現在這個位置 是我們堅持鄉因為堅持鹽因而得名 所以我希望說透過這個地標 就是我們泰雅永世巷 它跟我們原來的老地標 就是舊有的老招牌 能夠相互匯印 讓我們立訪的遊客 去多多認識我們堅持鄉 為什麼叫堅持鄉 就是因為那個堅持鹽 它的由來 好 鄉長跟我們講 他最近這個水蜜桃盛產 然後公所好像也有提供一些促銷活動 其實在疫情嚴峻以後 我們把原來的歷年的實體展售 我們變成一個線上的電商平台的方式 來協助果農來做促銷 那聯繫三年的時間 我們發現其實現在時代背景不同以後 透過科技的力量 我想網路無遠佛界 這大家都知道 反而促銷的成果比實體展售好 所以我們就延續繼續來辦理 那果農也非常高興說 在疫情期間 我們公務部門也可以協助他們做行銷 這個水蜜桃的問題 是不是它這個保存不易 對不對 所以它需要很快的這個 把它促銷掉 水蜜桃是 應該是所有水果裡面 最容易腐敗 而且保存時間比較短 要很小心很保護它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個水蜜桃寄到我們消費群那邊去的時候 會因為宅配或者是這個運送的過程中受傷 但是我們都有一個理賠的一個機制 我們透過這些機制能夠讓消費者能夠很滿意的 沙盤推演碰到的問題 我們其實都已經把它克服掉 尤其我們現在已經做到第三年了 所以我們每年都在優化 把每一年都在檢討 怎麼樣讓消費者能夠得到最好的一個產品 送到他們的府上 好 最後鄉長講一下你未來的一些規劃 尖石箱我覺得如果光 雖然是以農業為主 但是我希望說透過觀光能夠帶動整個 農業跟相關的一些產業鏈 我覺得這是一個目標 因為沒有車草跟人草全不會進來 所以也很難把青年返鄉這樣的一個口號 能夠真正的來做實在的做到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觀光增加所謂的就業率 帶動整個農業或其他的民宿錄影產業 然後讓年輕人願意返鄉 年輕人返鄉以後才會照顧老人家 我們就希望說把建鄉打造成老壯中親幼 共同生存共榮共享 然後一個非常宜居的一個原住民鄉鎮 真的年輕人如果不返鄉的話就會造成所謂的隔代教養 也會衍生後續很多問題 其實建鄉隔代教養還是多 還是蠻多的這樣的一個個案 還有隔壁教養都有 都沒有老人家靠隔壁叔叔伯伯幫忙教養 因為其實我覺得原鄉可能從以前對孩子的照顧 不像在都尾區把孩子當成溫室的花朵 我們原鄉的孩子 就包括我在內 我們就像土雞一樣 早上放出去 安晚自己會回來 回來吃飯是不是 對 所以他們我們原鄉原住民就已經 從小就已經有那種獨立自主的一個觀念 都靠自己 但是最近因為 因為在有些鄉民他在家鄉可能沒有從事務農 或者沒有土地可以經營他的農場 所以只能往外去發展 在都尾區來就業 他的第二代也在都尾區就學 所以生活非常的艱困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些隔代教養的也好 或者是老幼父母 我們希望說透過每一個我們的 包括公共運輸 或者一些福利政策 能夠聽到很多微弱的聲音 我們去主動來協助他 所以在這幾年上任以後 就組成一個所謂的行動志工團 希望透過這個團隊能夠去主動發掘 我們部落所有這個比較困境的鄉民 我們去協助他 好 謝謝我們鄉長 我們去參考其中帝 拍到2002個